那請各位參考一下那個我們一樣雲端的那個 這個第3個單元 裡面的程式碼 那程式碼裡面的話你找到大概往下拉一下這個自動流水號的表單畫面 那我們就參考這個表單裡面的話呢 大概就按照這個這個表單裡面的畫面我們做一個 模擬好了假設 我希望做出來長得像這樣子的一個表單 那我該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直接在這個 切到VO Basic裡面 一按右鍵先插入一個自訂表單 OK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把這個表單大小可以拖拉拉 理論上應該會有一個工作 工具箱 如果沒有的話記得上面有一個工具箱 這個可以把它開關 常有同學問到就是 工具箱不見的問題 除了這邊之外 檢視裡面有工具箱 反正一定要是打開狀態 那理論上呢 我們第一個先插入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上面可以放很多的零件 其實這些 你可以充其量可以把它當成一個軟體零件 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一個平台 表單就像一個平台 那其他的東西就把它放上去就好了 前面我們好像做過 最近是那個做 一個什麼呢 狀態條 沒有 不過那個狀態條比較簡單 一個表單上面只有放一個label而已 其他都沒有 不過今天要做這個表單比較複雜一點點 第一個要做什麼呢 理論上我會先由外 先把外面做完 再做到裡面 由外而內 由左到右 的流程大概這樣 一 請你先把這個表單的名稱改一下 它的名稱預設只是userfone1 我習慣是把它改home 不過這個名稱當然不是絕對的 第一個請你把它的名稱改home 那以後如果你要啟動它的話 你就home點show 它就show出來了 再來的話呢 它的 右上 左上角的這個名稱 我希望叫什麼 XXX的銷售系統 假設 我要做一個銷售系統 那這個 左上角這個叫caption 所以請你記得 大概就是 往下找一個caption 它預設只是userfone1 所以你就把它改一下 叫 什麼什麼的 銷售系統 有點類似 你要做一個禁銷唇 用這個來做也ok 那就 銷售系統 這個放前面 Enter OK 好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的左上角就改了 那再來還要改什麼呢 外觀 如果它 底色要變成橘色的話 那一樣 你就 再來底色 那你 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屬性 指的就是它的相關的外觀設定 那有的時候 其實不用死背 你大概看一下前面的這個標籤名稱 大概就用猜的猜 那底色叫 back back 什麼 back color 有沒有 back color 這邊有個back color 所以你用找的 有沒有 那其實有些沒有講到 不是說不重要 只是暫時用不到 所以有些時候 我是建議 上面這個名稱 有的時候你也稍微看一下 瞄一下 或者你玩完看沒關係 他也 應該玩不壞了 壞掉的話 沒關係再把它移除掉 重新再來做一遍 那 這個是 蠻重要的 你至少我覺得 嘗試一下 我底色希望 改成什麼呢 改成 橘色 所以你可以切到調色盤 把它改成橘色就可以了 這邊有個調色盤 橘色 OK 好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外 關的部分就完成 我剛剛做了三個 Home 跟Caption 這個是Name Caption跟 Back Color 三個屬性的設定 再來的話呢 我要做什麼呢 由左到右 這邊總共有 5個 當然 編號不用 因為編號自動產生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這邊有下拉清單 品名可以用下拉的 然後呢 理論上應該自動帶出單價 對不對 所以當我選完自動帶出單價 然後再來的話呢 數量 數量部分的話呢 也是讓他用輸入的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是下拉清單 TXT的話呢 TXT這個是 文字方塊 文字欄位 那這個小計也是自動帶出的 有沒有 你輸入數量自動帶出小計 然後呢 地區的話是下拉清單 所以呢基本上 我們 習慣上是先做前面的這個 拉一個出來 那這個名稱叫什麼呢 我們可以參考這個叫品名 帽號 底色的話呢 如果要是紅色的 那該怎麼做 左一 先把這邊 Label 把他的caption 改成品名帽號 品名帽號 OK 不過字太小 怎麼辦呢 接下來我們可以把字放大 那字怎麼放大 接下來記得喔 這邊有個phone有沒有 他的右邊有個小小的按鈕喔 同學可能常常找不到這個小按鈕 按下一下喔 然後會跳出來 字要多大 大概16吧 基本上 然後要不要 出體 好像有 掐出體 OK 按確定 反正可以自己再設定一下 出體好像太明顯 把它關掉 這個16好像太大 14看看好了 OK 假設14好了 字的顏色的話呢 就變個fold color 如果字的顏色我希望變紅色的話 你就點一下fold color 那再來的話呢 把這個稍微再調小一點點 如果要跟他一樣 然後這個大概往上一點點 不過好像再上去太靠近 好那這樣的話呢 底色的部分的話有個back color 我把back color呢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紅色的 這個淺紅色的 好 大概就差不多這樣子 那做完之後的話 寬度再調小一點點 因為其實不太需要 這麼寬 不過做完這樣子 我本來預設是 把它靠 左邊對齊 就有同學問說 這個 可不可以靠 置中呢 或者是 靠右呢 不過靠左對齊 如果你要置中對齊的話 其實你可以找一下 往下會有個屬性 用猜的應該也可以猜得到 有沒有 這邊嘛 TESA Aleaf 有沒有 就是 文字對齊 預設的話是靠左 你可以 Center 有沒有 在Center 那不過 他這個地方有一個缺點 就是 同學說老師那可不可以垂直 因為你會發現 他好像垂直 他並沒有在 中間喔 那如果說你想要 垂 就是垂直 置中的話 那很抱歉 這個地方剛好沒有 他只有TESAleaf 他沒有那個什麼呢 垂直的那個設定 所以這個沒辦法動 所以頂多就是這樣子喔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後面還有 總共有四個對不對 理論上 做完之後呢 我不會 就是重新再再去拉一個 我習慣上會把它複製 總共四個 最快的方法 記得喔 你按Ctrl鍵 拖拉他有沒有 他會 幫你建一個 一模一樣的 兩個 三個 四個 你會發現這樣最快 然後再怎麼樣 再去修改他裡面的Captions 就完成了 OK啊 這樣是最快的喔 特別注意喔 你不要重新再拉 太浪費時間 我建議是 按Ctrl鍵搭 Ctrl鍵按住有沒有 拉一下 又一個 不過呢 有些時候 可能你沒有那麼準 有些同學可能 手當然沒有像我 我其實做久了一次就可以到位了 不用動 但是有的時候你想說 老師你那麼準 可是我沒那麼準怎麼辦 沒有關係 簡單的方法 選取他們 有沒有你會發現第一個是 白色的 底下都黑色 這個是主控項 意思 就像小學生排隊一樣 他就是排頭 OK 那格式裡面有什麼 什麼呢 叫做 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個什麼 對齊 主控項的左緣 有沒有 馬上對齊了 所以如果你沒那麼準的話 你可以從格式裡面看一下 另外的話呢 他的間距不一樣 怎麼辦呢 格式裡面有沒有 他應該是什麼 垂直間距嗎 可不可以設為相等 可以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把那個 這個五個 Label先做完 接下來當然就是去 再增加什麼 這個是COMBO BUS 這個跟這個 那這兩個是TEST BUS 這個也是Label 那做法上面的話 你們可以找一下 COMBO BUS 有沒有 點一下 這個是COMBO BUS 下拉清單 多大多小 你可以自己再調一下 這個我想 上面做一個 如果下面要跟他一樣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用 Ctrl鍵按住 這兩個就會一樣 OK 好 再來的話 這邊是輸入那個 這邊有兩個文字欄位 所以做一個 Ctrl鍵按住 這個的話 平民 不是這個平民 這個應該 這個改一下 小計 小計的話 是Label 好 這邊可能等一下再改 那另外的話呢 旁邊有個按鈕 按確定 OK OK 那我們把它先做 那裡面當然你可以去改他的Caption 也可以把它改成需要的名稱 確定跟全部清楚 兩個 所以 這邊的話也可以要先做一個 確定 至於那個字大小 我這個可以自己再動一下 那這邊 拖拉一下 這邊是 OK 那先做到這裡 我們待會再看其他部分設定 那畫面先晃眼各位一下 試一下 MAN 0 善 從 搅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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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文字幕志愿